HELLO 大家好 我是電鍵健康物理資料師 宇少 今天要跟大家討論的是 籃球員的惡夢 進骨骨折 不是 看起來是惡夢 然後時間拉回到2014年的暑假 對 現在這個時刻左右 那 Paul George 在美國的小組隊內賽當中 因為要封 James Harden 的一球 所以踩到籃框邊架 導致進骨跟肥骨骨折 這畫面其實看起來非常非常的可怕 可是大概在將近一年的時間內 他就重返了NBA場上 在第一場復出就得到20分 23分 那在隔一年的下一季 他的場均得分又恢復到跟之前的水準 甚至比之前水準還更高 長均23分左右 在2019賽季的時候 脫王者隊的中鋒 Yusuf Nurkic 也同樣發生了進骨骨折 但是發生的狀況跟Paul George 又不太一樣了 他是在兩度延長賽的時候 因為增強籃板的狀況下 左腳單腳落地 不確定有肥骨骨骨折 但是就是我們說進骨一定有骨折的這些現象 但是在今年我們的泡泡聯盟當中 Yukic 也回來打球了 那大家就很好奇說 這個進骨骨折看起來很恐怖 那為什麼可以在這麼快的時間內就回到場上 在我們的復健運動進程當中 任何的運動傷害都是一樣 第一個一定是要確定組織 在多少時間內已經修復完成了 那像是基本的骨頭或是韌帶 或是說像是肌腱本身 大部分我們癒合的話 最長最長最長 就我們發現癒合的時間都會到 差不多一年甚至兩年都有可能 那有足夠強度的話就要看 我們用哪些的功能性評估 來當作一個指標 在一開始初期的話 我們會用 向心或離心的肌肉測試 來去做一個指標 看它是否有足夠的肌力表現 到中期的話 我們就加入很多功能性的訓練 那它同時是評估也是訓練 在後期才會加入更多的變相的技術 那也會教選手們如何去加速跟減速 甚至是變換方向 就是我們說的敏捷性這個能力進去 再透過小組的對內賽 來去讓它提升比賽的強度 所以我們可以發現說 當球員在經歷這些的訓練之後 理論上來說 它回復到比賽只是最後一理路而已 那前面都準備好的過程當中 其實一年的時間是足夠的 那相較於十字正代本身 由於筋骨骨折它並不是在關節上 它是在骨頭的中斷本身斷裂的 所以它本身其實原本就能夠承受足夠的力量 相較於關節 關節本身育後為什麼比較不好 主要是因為關節處本身就會承受很多旋轉 彎曲伸直 然後旋轉的力量在 那有時候由於開刀過後 它本身壓力的分配還是會跟原本不太一樣 所以導致選手必須要花更多時間在訓練 本身的落地加速減速的機制上 預防這種傷的話其實就要分層次加 平常訓練的話一定是要在動作模式上去做一個訓練 那再來比賽最重要的還是疲勞空管 那這個就是看教練的功力 跟如何去用各種的指標來去看選手 那其實常見的皮筒指標 有在用的話包括說 短衝刺然後跟跳躍高度 其實跳躍高度也是一個皮筒指標 那就可以去看說運動員是不是在一個皮筒的狀態 那當然有些是選手自己的報表 包括說它本身的睡眠品質啊 甚至排尿排便狀況 假如排尿有呈現一些黃色的 都是呈現一些黃色的話 那代表說 的確它的一些身體的功能上有一些問題 恢復上可能也有一些問題 或太過疲乏才會呈現尿尿都是黃色的狀況 一般假如說過度疲乏的時候 會一直是黃色 你喝再大量水都是黃色喔 那這代表說你本身的恢復功能 你已經超太兇了 太疲乏的狀態 欸我被超過這樣真的 很扯 在戲隊的時候 真的 籃球喔 籃球喔 跟著說我們龍門希望是田徑隊的 一直超喔 那我們就這樣超 有種奇怪 水一整喝一整飄 都怎麼這麼黃 其實本集就分享到這邊了 那我們會繼續分享許多運動傷害 如果你有想要知道任何運動傷害的機制 或是要怎麼復健 或是要做哪些運動的話 歡迎留言 那請按讚訂閱分享 OK就這樣掰掰 其實一般人來說的話 假如你堅持受傷 你可能刃带断了 然后去做复健 那半年一年 可能治疗师就会教你说 你可以回家了 可是假如说运动员本身 因为他们运动的就是他们工作 所以我们就必须准备好 他运动场上该要有的能力跟技能 所以我们才一直强调说 为什么他们要有减速再加速 甚至是变换方向的能力 然后在不同的情境下去做训练 所以他们相对花的时间就会比较长 骨头其实骨头就单纯多 虽然也要做这些训练 但是相对单纯原因是因为 它就不像关节 也就是骨头跟骨头之间它的活动度 假如今天是实质在损伤的话 一开始你一定会经历过一个最痛苦的 就是凹角度 那凹角度的过程当中就是花一段时间 那你必须也要重新适应这个角度 骨折的话你就直接断掉了 断掉的话你基本上两边的骨头 活动度你只要维持就好了 维持活动度不要让它软缩 不要让关节本身软缩 那活动度受限就好了 那只是说不是说就好 是就可以再开始进行复健了 那复健开始的话 初期一定是教你如何去承重 如何让你的换侧本身去踩在地上 让地心引力本身给你一个 作用力与反作用力 然后让你的肌肉跟骨骼重新强健回来